柳皇子啊 对你一见倾心 挺身就你于危难之中 又恪守男女大方 将你交还给明堂 实在是位光风济月的君子啊 谢之方一听便炸了毛 豹主一般的将济温渝的阴谋诡计抖了个干净 指引去谢之珍中了药的事 那等人面兽心的狗杂种 要嫁你自己嫁去 若果真如此 绝不能将真娘送入火坑 妇到人家懂什么呀 便是六皇子坐下的又怎么样 事态已经发展到这地步 咱们若是和他撕破了脸 真娘这边找不到好人家不说 往后在太子殿下面前也不好看相啊 依着我说 不如一床大悲言过 路得皆大欢喜 说人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非要逼我发火是不是 舍恼了我 一箭捅死你 阿唐出手 不可胡来 难道你真要嫁给那个畜生不成 求父亲念在他年少无知的坊上 莫要与他计较 至于六皇子 女儿死也不肯嫁给他那等一险鬼诈之人 求父亲母亲允许我替毒出嫁 就此斩断沉约 姐姐 你在胡说些什么 祝费